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25日星期天 两天前8月23日星期五 美中贸易战骤然升级 中方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作为反击 美方宣布对价值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是全面开打 然后在经贸脱钩的大趋势也已经可以说形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各国可以说欢欣鼓舞或者说暗喜心头 海内外的中国人 尤其那些觉醒的中国人也是喜大普奔 但是中共的媒体 官方媒体 党媒却是一片哀红 而且是抓狂 这两天又掀起了一股反美高潮 发的反美的报道 社评评论文章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对美国进行叫骂 在星期六 8月24日晚上的新闻联播 可以说中共是用了13分钟的时间 播出了8篇的评论或者社评 进行大规模的反美宣传 分别由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朗读而出 这8篇的反美的评论 有的是人民日报的文章 有的是新华社的所谓社评 有的是环球时报的所谓国际瑞评 男主持人康辉和女主持人海霞 轮流的朗读朗诵 这个康辉是朗读的表情是脸色发青 那个表情仿佛又是写照了一个 王沪宁的名言 或者王沪宁时的造句 那叫做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结果打了个什么 打了一针鸡血 结果挨了一鸡闷棍 打了这个鸡血 就是突然 习近平方面宣布对美国750亿的商品加征关税 但是刚兴奋的没有几个小时 就遭了一鸡闷棍 因为川普这边宣布 对几乎价值几乎所有的中国树美的商品 5500亿都加征关税 可以说一针鸡血 兴奋没了几个小时 又一鸡闷棍打倒在地 而这个女主持人海霞的表情 显得是似乎是无可奈何 又死去活来 这个表情仿佛也是一个富国豪事的造句 意思是我支持一党独裁 你们可以打贸易战了 关于香港 昨天星期六再次出现了勇武抗争 和警民冲突 那么这个抗争是在九龙一带 有一千多民众上街抗议 继续的抗争反送中和提出五大诉求 那么他们这个是在街道上 跟警察是采取捉迷藏似的抗争 跟警察周旋 他们之所以抗争 说是特首林郑月娥没有诚意 因为林郑月娥号称要建立一个对话平台 但是却说要通过这个对话平台 去了解市民为什么而愤怒 了解冠民的冲突 或者社会失利是怎么形成的 这就显得非常虚伪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来的 香港人的五大诉求摆在那里 他一条都不回应 另外他所谓的对话 第一批对话的人员居然是建制派的 什么前官员 前议员等等 但是建制派的人大多数这次都保持了沉默 或者跟中共是分开了 那么他做出这么一个姿态 完全没有直接跟民众对话 尤其没有直接跟抗议者对话的这么一个意向 而且假装对港人的诉求 仍然假装不知道 所以港人愤怒 那港人愤怒就是说 既然和平理性非报你听不懂 那就勇武派还是要继续登场 因为勇武派抗争的时候 警察给他们释放了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那勇武派就反击 用石块反击 另外勇武派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把街道上的监视器 或者他们那里叫智慧灯 街道上的一种监视器给遮蔽起来 因为这是真实一样的监壁器 很可能是从中国内地引进的 在中国大地已经监控了13亿人民 在香港继续的更多的这些监视器部署在街头 监控香港人民来对付抗争的香港市民 所以这次星期六的抗争 抗议者采取的是在街上游击战事的 还是说bwater 像水一样 一会儿出现在这个阶段 一会儿在那个阶段 让警察疲语奔命 警察在攻击中导致了十几人受伤 有两名比较重伤 十几人送进医院 另外警方还逮捕了两名 看上去根本不应该逮捕的人 一个是逮捕了游行的申请者 还逮捕了一个义工 一个女的义工 他们根本没有戴任何的防护的面具 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勇武抗争 但是却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另外在警方的设计中 橡胶子弹 有一位抗争者左眼又被射伤 他被射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 我会不会眼盲 这正是前段时间一位少女 被警方的布袋袋射伤右眼 激起了名分的一个延续 这次抗争者 星期六的抗争者 跟警方周旋且战且走 然后到了晚间消失在街头 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快散抗争的方式 说到快散 其实在中共内部也发生了一次快散行动 这是信息快散 就是人民日报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时间是8月22日 这一天是共产党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诞辰日 他是诞辰115周年 按照中共官方的旧规矩 说逢五逢十可能要做一些纪念 但是今年北京的官方并没有举行任何的对邓小平的纪念活动 只是在四川省广安县 邓小平的故居那里有一个所谓同向广场 在邓小平的同向前举行了一个献花仪式 但是人民日报却有特别的动作 人民日报旗下的微信公共号两个 一个叫人民阅读 一个叫人民日报出版社 发表了纪念邓小平的一个文章 标题是邓小平 终止领导干部终生制 邓小平结束领导干部终生制 这个纪念文章 这个纪念文章非常有意思 在内容上 时间点上 和随时背后的操盘者 这三个方面都非常有意义 那么首先内容 他主要有两段主要的内容 第一段内容是讲说 结束领导干部终生制 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 是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 做出的重大政治改革 重大政治主张 然后说实际上早在1977年 邓小平重新工作的时候 就提出干几年就退下去的要求 这是一段文字 还有一段文字 就更推进了一层 这段文字是说 说由于长期的旧势力的影响 旧传统的影响 说在我们党的干部群众中 普遍的和长期的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 那就是领导干部 只能上不能下 只能进不能出 只能升不能降 只能留不能去 只能干不能退 说这种不良倾向 然后又说 最后说 从这个庙里要把老菩萨请出去 谈何容易 这段话实际上很有出处 他的出处是什么 就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 中共召开了一个十三届四中全会 这个十三届四中全会 就是江泽民 当时的上海市委主席江泽民 接替了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 成为总书记 同时在这个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邓小平全面退休 卸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 中央军委主席 那么那个时候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上 就出现了刚才所说的这段文字 这段文字一个是表现了邓小平在退休前的一个交代 同时也表现了邓小平对接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一个警告 因为江泽民刚上总书记手上并没有实权 当时的宣传和意识形态还掌握在邓小平和他的人马手上 所以那个全会的公报就一有所指 就表示在邓小平退下的时候 再次确认领导干部任旗帜而结束 领导干部终身制 这个警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成效 因为后来江泽民果然想恋战权力 想赖着不走 因为人都是得了权力 权力令人腐败 绝对权力令人绝对的腐败 但是还有一句话说权力是春耀 谁得了权力都会上瘾 不愿意放弃 所以江泽民实际上是当政了13年 他头一个三年是接替赵紫阳总书记留下的半个任期 后面两个任期算是一个他的两届任期 那么等他两届任期到了的时候 就是2002年 应该交棒给胡锦涛 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应该按时接班 但是江泽民在这之前耍了很多花招 开始想用曾庆红取代胡锦涛 归于失败 后来又想不按其交权 又归于失败 因为当时有一批跟江泽民同资格同资历的政治局常委 老常委抵制和反对 跟他斗争 这批老常委就是乔什 李瑞环和朱仲基等人 他们跟江泽民坚决斗争 所以在这样的坚决斗争下 江泽民被迫在2002年 把总书记国家主席这两项职务交给了胡锦涛 但是他还不情不愿 继续了恋战军委主席两年 那么又在反江势力的斗争下 就是乔什 李瑞环 朱仲基等人的斗争下 那么他还是被迫要交出去 所以在2004年才从军委主席任上退下来 恋战了两年 同时之后他还操纵什么政治局常委的名额和军委的名额 大量的安插江系人马或者上海帮来架控胡锦涛 最著名的架控就是两个军委副主席 徐才和郭伯雄 哼哈二将 在军队事务上 军权上架控胡锦涛 让胡锦涛成为一个汉县地 然后江泽民在后面还遥控 试图仿效邓小平留下的一个尾巴 就是垂帘听政 那么邓小平时代 那还是有很多的政治老人 毛时代延续下来的开国者老人 但是江时代他的确没有什么资力跟邓小平去比 所以垂帘听政在后来也遭到了各方的报复 尤其在十八大前后 那当然这个就另当别论 所以这段话是那样一个出处 那么联想到中共现在的19届市中全会迟迟没有召开 恐怕会在今年底之前召开 那么联想到13届市中全会这段话恐怕是很有深意 那么从实际上来讲 人民日报微信工作号以快散行事出现的这篇文章 从实际上来讲又有一个最大的节点 那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 说到北戴河会议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习近平的人马 在国内外的一些代理人到处散步 说没有北戴河会议 说早就没有了 跟中外媒体各种信息来源的事实不符 即便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上 重要的网站上 都不断出现北戴河会议的这些描述 尽管用词不同 有的用词是北戴河休假 有的用词是北戴河休假模式 有的用词是北戴河非正式会议 都证明这个会议继续存在 而且还在这些公开的信息上都显示 八倍的上旬和中旬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消失了 集体的消失了 又进入了北戴河时间 就是所谓的休假式办公或者是北戴河会议 到了中旬 显然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 所谓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领导人 先后现身露面 首先现身的是栗战书 人大委员上栗战书 他参加了王光英的诞生百年座谈会 然后现身的是习近平 他现身在西北甘肃省而不是北京 在中外媒体报纸中 都意味着北戴河会议结束 这些党和领导人纷纷现身 所以这就说明北戴河会议是存在的 客观存在 所以那些散布北戴河会议不存在 没有了 这些说法是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的目的是习近平这一派人马 掩盖他们自己的虚弱 倒反过来证明 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 习家军遭遇了挫败 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挫折 所以这种散布假消息的做法 事实上就是一种虚弱的表现 所以在《人民日报》8月22日 微信公众号出现的这篇文章 痛批领导干部终身制 而且是强调 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时候 可以说就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 这个时间点就是 习近平现身之后没有在北京 而是去了甘肃 实际上从甘肃他的几个重大的举动 也可以看出 在北戴河会议 可以说北戴河会议对他相当不利 一个看点就是他参观了西路军 全军覆灭的纪念碑 西路军就是张国焘所部 当年在西北被马家军和延安的毛泽东 他们加杀全军覆没 那么习近平在那个散发的政治信号 有可能是可以做这么解图 那就是我们习家军有可能像西路军那样全军覆没 在内外夹攻中全军覆没 但是我不甘心 我要做最后一搏 我不会轻易放弃权力 要像西路军那样浴血奋战到底 所以他的浴血奋战的一个信号就是 当时在北戴河会议上 政治老人和其他派系都不支持他 那么政治老人前总理温家宝 放了一句代表性的话 说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 那习近平现在看着办的一招就是对美国挑起了更大的贸易战 就突然宣布对75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加征关税 那美国那边有一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幅度 反击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所以习近平看着办来了一个动作 因为当时北戴河会议我就说出现拉锯战 而政治老人和反习势力也推翻不了他 而习近平也说服不了政治老人和反习势力 因此只能就自说自话了 做最后一搏了 实际上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要值得一提的就是综合各方信息 实际上习近平只得到了两个人的支持 高层政治局常委级别和政治老人级别 一个就是王沪宁 一个是立战术 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 他就想在这个会议上用党建或者整党话题当成主题 来抵消政治老人或者是其他各派的议政 议论中美关系或者香港事务 但是没有成功 这个话题被摆到一边 王沪宁可以说是遭遇了一个失败 然后就陷于这个郁郁寡欢 不太出声 而立战术实际上这个人的左极左的姿态是远超外界的想象 他不仅是个极左人物 而且是习近平的铁杆的亲信 立战术的极左是当时在河北省他当无级县委书记就表现出来了 当时习近平在河北省当镇定县委书记 他们两人说是一见如故 借为目利之交 成为亲信 那这个立战术当时1982年他就给当时非常开明派的总书记胡耀邦上书 他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 他说应该大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来反击他们 《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是反右运动的主题曲 中国的主题曲 其中有一首歌词 一句歌词叫 右派想反也反不了 所以立战术也建议把这句话 这句歌词改成反对派想反 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 自信当时的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 在那样一个开明的年代 有胡耀邦和赵紫阳一个当总书记一个当总理 主政八十年代 都说是阳光灿烂的时代 居然立战术就可以上书反出来 可见他头脑有多左 然后后来到贵州 到其他地方认知也都如此 习近平是在四八大接班前跟政治老人叫板 因为当时出了令计划事件 薄熙来事件 周永康事件等等 有的串长挪拳 有的是车祸 他就以退为进 要挟 中办主任应该是他的人 而不应该是前任的人 他才去接班 当时的中办主任是栗战书 是胡锦涛的亲信 因此当时的习近平用了一招 以退为进 隐居两个星期不出的方式 逼着中办主任换人 就换成了他的亲信 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被紧急调到中央办公厅当中办主任 来为习近平保驾护航 这是在习近平接班前就发生的事情 所以栗战书可见的栗战书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 后来每到重要关头栗战书都是几乎是唯一的挺习者 比如去年7月出现了7月政变 栗战书就出来挺习 号召大家表态 要忠于习 还提出了一个定于一尊 结果只有五个人挺习 四个习家军 一个非习家军 大多数人都不表态 包括习家军的主要人物都不表态 四大直辖 四大领导都不表态 所以可以说当时的一个表忠运动成了一个不表忠运动 后来在去年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期间 政治形势也吃紧 栗战书报道的是他到北戴河检查各地的后勤和安全 显示保障习近平的权力安全 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栗战书可以想象一如既往的为习近平保驾护航 是一个铁杆的左倾 亲信 那么北戴河会议结束 首先报道了他的消息 说他在参加王光英诞成的座谈会 说要向王光英学习 听党话 跟党走 实际上就说的是听习话 跟习走 所以除了这两个人支持习近平之外 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包括所有政治老人 可以说都是反习的 所以这就是这次北戴河会议基本的气氛和状况 所以习近平在甘肃视察的时候 说第一个看点就是他在西路军的纪念碑前献花 似乎有习家军就是西路军这么一个家属 实际上他也出自西北 他的父亲也是如此 那么第二个看点就是他参观了嘉与关 嘉与关是明朝长城的起点 跟秦朝的长城还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跟明朝有一个对比 明朝跟清朝很多朝代都一样 开国的时候非常的威风 威武 威猛 明朝开国的时候 皇帝朱元璋起自于布衣 出生于和尚 但是有文臣武将帮他打天下 像著名的文臣他的军师刘伯温 说是神机妙帅 武将将由徐达 常玉春 这些人帮他是东征西战 开疆拓土 所以后来还有一本书叫什么《大明英列传》 把明朝开国写的气势磅礴 但是就是开国的时候 但是到了明朝200多年之后 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 并不是崇祯皇帝有多笨 一点都不笨 他还历经图治 要王朝中心 而且小枫树叶 半功 汗流浃背 但是明王朝就断送在他手上 外面有满清寇官 里面是有李志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不断的人民起义 是在最后的关头 当李志成的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 一眼看就要攻下首都北京了 这个崇祯皇帝在金卵殿 民中要群臣上朝 一国阵 结果几乎没有一个人出现 这个整个皇宫一片死疾 崇祯皇帝是仰天长淡 说群臣恶我 实际上他这个话并不准确 应该说他根本不识实物 不知道王朝将崩 王朝寿命有限 该结束了 所以他后来是自杀身亡 在梅山上吊 歪博之处上上吊 自杀身亡 后来改为锦山 共产党监政之后把梅山改为锦山 觉得可能不吉利 这是明朝的结局 所以说习近平去参访嘉与官赶怀明王朝 恐怕有末世之感 多少有在这个红朝末世之感 事实上共产党如果坚持这个王朝心态 王朝心替的规律 只能够重复前朝 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在张叶市高台县 也就是参观西路军这附近 就是安排了人喊万岁 因为都知道接近领导人 领导人失常 尤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安全第一 把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绝对天灾人祸的地方不去 危险的地方都不去 所以能够前来瞻仰领袖 英容笑貌 能够接近领袖 能够握手 能够鼓掌 能够喊口号 能够扑上来的 都是安排好的变异人员 或者是党政干部 所以其中有个中年人满头大汗 非常激动的上来喊什么总书记万岁 声音清晰口闻 不是当地口译 而且是普通话 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阵营的一个安排 安排有人喊万岁 这个万岁喊给谁听 并不是喊给老百姓听 实际上就喊给中共党内听 喊给中共高层听 喊给中共的其他的反习的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听 喊给那些现在抵制习近平的政治元老们听 就表示习近平还有支持的 习近平要万岁 也就表示习近平不愿意 轻易放弃权力 不愿意善干罢休 尽管在今年的北戴河会上再一次遭受了重挫 但是不会善干罢休 所以这三大看点汇聚在一起 再回头来联想到人民日报突然出现了这个文章 谈领导干部中生智 谈邓小平 实际上他用的方式还是共产党权力斗争的那一套 叫做抬死人押活人 就是抬邓小平押习近平 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不管出自谁之手 而时机就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是谁主导了这个文章和信息快散 这个信息在发表的时候发表在人民日报下面的两个 微信公众号上 人民阅读和人民日报出版社不同寻常 发表的时候就没有打开分享或者是转发的功能 后来不久就很快又被删除了 所以这个动作叫信息快散 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一次的信息快散 那么有人分析说是这个小编 是人民日报的小编 尤其是微信公众号的小编所为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人民日报可以说是中共的首席喉舌 党的喉舌 而且是排在第一的 人民日报的各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同时又政治局委员王沪宁亲自控制 还有城城的中宣部 习家军的头目黄坤明控制 所以不至于出现这么一个小编就可以左右大局 这么一个事情 可能性比较小 那另一种可能性有的是说是其他派系 说反习私立的放风 比如政治老人的派系 或者说高层的反习私立放风 针对习近平 警告习近平的意味很浓 就不要搞领导 不要想终生制 甚至不要想长期执政 所以这是警告习近平 这个可能性存在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 因为这个整个文宣系统掌握在王沪宁手上 而王沪宁对习近平看上去是可以说合作的天意无讽 互相 习近平对他是言听计从 而王沪宁是给习近平处各种各样的主义 接管了各种各样的大权 除了国防大权 其他都接管 党务 政务 经济 外交大权都涉入 所以王沪宁主管宣传系统 怎么会以其他派系可以涉进来 最后一个疑点 事实上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王沪宁本人所为 王沪宁支持了人 搞了这个小同族 为什么王沪宁会搞这个小同族呢 这就跟北戴河会议有关 我认为王沪宁经过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他看出了一个风向 那就是习近平在党内越来越不得人心 政治元老都可以说集体的反习近平 那么其他派系都反习近平 他自己的死顶习近平也有可能顶不到底 而王沪宁本身就是个机会主义者 就是一个看风向的人 他为什么说他三朝元老 三朝不倒 成了个不倒翁 扶持江泽民没倒 扶持胡锦涛没倒 又扶持习近平 仍然受重用 不倒 三朝元老 三朝治老 语言化妆师 语言包装师 那么这样过来的人一定是见风死斗 机会主义者 非常察言观色 迎合商议这么一个人 他显然看出北戴河会议有不同的倾向 因此要自保 那么他在盘算的是什么 盘算的是三年之后 到了2022年召开二十大的时候 习近平不要说终身执政 长期执政都成问题 恐怕习近平有可能不会突破两届任期 也就是说 跟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 到了两届任期就要下来 也就是说2022年 习近平有可能下来 退下去 被各派逼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沪宁就有自己的盘算 因为那个时候王沪宁是67岁 根据中国内部的潜规则 七上八下 按正常顺序 如果不出大事来推理的话 后来王沪宁还可以再当一届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说 他不仅能成为三朝元老 他甚至可以成为四朝元老 如果换上的领导人比较年轻的话 他更可以掌控新的领导人 我原来就说 王沪宁既像汉朝东西汉之间的新朝皇帝王莽 又像三国时代的魏国的司马懿 有王莽之心 有司马懿之心 野心勃勃 也不排除他有登顶总书记的这么一个野心潜伏在那里 只不过现在是加着尾巴做人 不要险山露水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盘算下 王沪宁有可能就是支持人 故意在微信公众号放了这个信息 放了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向其他政治老人示好 向反习势力示好 表示自己并不是习近平的铁杆哥们 随时可以反水 随时可以起义 随时可以倒戈一击 但是用信息快散 马上又把这个信息拿掉 表示好像出了某种差错故障 是下面的小编出来故障 或者是技术性的故障 免得引起习近平的疑心 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 所有的政治老人 建制的政治老人和县政的高层都有发言权 他们的最高权力的交接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所决定的 所以习近平在表面上有多大的权力 都无济于事 到了讨论权力交接的时候 这些人都会七嘴八舌 所以王沪宁是看中了这一点 提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不要把这个棋下绝了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人民日报的信息快散 就来自于王沪宁本人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